信念法司的就是中风禅师所说的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这一句话太重要了 你真正能够做到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真正做到了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 临受宗室 阿弥陀佛与祝菩萨应心其切 你受命中了的时候 或者是你有强烈的愿望 我受命不要了 这个事情太苦 我要求提早往生 佛就来接引你 有例子 净土神仙路 往生状上都有 最明显大家都知道的 宋朝的尹克法司 这是个破戒的比丘 坐卧的比丘 他自己知道 他面前这两条路 一个生净土 一个是无间地狱 他造的是无间地狱罪业 不能往生肯定夺地狱 因为 怕地狱苦 真正发心 求生仙路 三天三夜 把阿弥陀佛临来 真有感应 弥陀经上说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真的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 我告诉他 你还有十年养寿 到你灵命中时 我来接引你 银克法司 聪明了 我十年养寿不要了 心里想到 劣根性太重 经不起诱惑 那那个十年外头 一诱惑 不知道造多少罪业 十年养寿不要了 我现在就给你走 佛答应他 三天之后来接引你 为什么不当时 就带他走 当时带他走 这故事没人知道了 让他过三天的时候 他可以宣扬一下 大家都知道 度多少众生 这三天叫他飙发了 三天之后 他争去了 没有生病 寺庙里大众念佛 送他往生 争走了 这个事情 记载 往生传 净土深陷路里的都有 不是假的 他往生条件 居足 幸运行 念佛时间 虽然短 不长 符合 一厢专念 胜念 往生 符合这个条件 坚虚与前 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 就在先前 极乐世界是发信徒 发信徒 没有编辑 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 这些星球 这现象 那是发象 是阿赖也识 编写出来的 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 没有阿赖也识 相当中 里面所说的 专霸十成四智 阿赖也是 旺行 往生到极乐世界 即使 凡圣同居徒 也是用真心 没有用旺行 真心 叫四智 菩提 阿赖也 这一转 大远见之 莫纳时 转成平等性质 第六一时 转成妙观察质 前五时 转变成成所作质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质 是真心 意念是妄心 真心是智慧 佛在华言上说的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的相 智慧就是真心 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 得 向好 那是什么 那是诸佛如来的 时报转变图 就是 伐心身 伐心图 跟 设伐界 完全不一样 那个里头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谢谢 经虚于间 就 极乐世界就先前了 后头这一句重要 做 阿维 越智菩萨 待业往生的 造作地狱罪业的 只要真正忏悔 真正回头 生到极乐世界 都做 阿维 越智菩萨 造作极重罪业的人 在先前 特别多 应当以 迎合法师 做榜样 向他学习 你就能 你就能完成 三道极乐世界 你的智慧神通道理 跟阿维 越智菩萨 没有两样 阿维 阿维 是十八 土地狐 发生 大死 原叫出主 别叫出地上 这是将发布的心 这是尽忠修学的重要 发心底 发心之后 要由心去见愿 否则的话 你的心是空洞的 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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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